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聊了一些关于通胀和美国经济的话题 首先我们讨论了近期的打折活动和物价下降的情况 并且有观众提到下周要去看看有没有我们这里的打折活动 我们也谈到了中国制造业的优势 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大规模进口的接受能力的限制 最后我们还讨论了美国的通胀问题和美国的地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甜点说什么在打折 什么比疫情前便宜 我下周去看看我们这里有部 Huanji Aiksu Aenery说 我就在外国 至于品牌忠诚 这种很难量化 但是你看国外对国内的倾销如此恐惧 应该可以证明中国产品的优势 布尔玛说 如果今年美国通货膨胀居高不下 那就等于送川普进白宫 麻婆豆腐说 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明显 无论你喜欢与否或者这种优势背后是怎么来的 Huanji Aiksu Aenery说 是啊 不管喜不喜欢 只讨论事实和逻辑 麻婆豆腐说 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受不了在接受大规模进口了 你的段位已经很高了 你总要给别人点活路 学习日本 把厂子开到消费地区去 Huanji Aiksu Aenery说 东南亚很多国内来人开的厂了 已经在学了 也供下了很多国内的失业率 海牙说 日本有什么好学的 学习日本的失败吗 布尔玛说 假如美国给中国排名前十的富翁美国公民 那开在世界各地的工厂 一下子从中国的GNP变成美国的GNP 麻婆豆腐说 日本失落三十年是故事吧 哈哈 我倒希望中国可以向日本失落三十年 至少百姓生活 福利一点不差 不上进就不上进了 不是所有人都想着发财和强国 布尔玛说 中国的问题到归根到底还是资本和党的关系 哪天资本能战胜党就变天了 海牙说 给了人家也未必要 像中闪闪马云这样 在中国当首富不爽吗 布尔玛说 如果党一直要把资本控制住 那资本输出到外国最终会遇到遏制 因为党无法让留在国外的资本听话 麻婆豆腐说 肯定不要啊 山姆大叔的税可是万万税呀 中国多好 没啥税都是自己的 布尔玛说 他们有马斯克 川普爽吗 喜极而泣 海牙说 自己爽有什么用 马斯克川普爱国吗 没有祖国 啥都不是 布尔玛说 中国的很多企业家都是川粉 都是出于爱国情怀 Make China Great Once 现在突然明白了 Great Again等于复兴 咧嘴笑脸 川普偷了大大的口号 一页下话 现亏 说 其实每个人都不喜欢高价的产品 美国的问题 是将十多年的涨价在一两年内完成了 但之所以说高通膨消失了 并没有引起美国货币的大贬值 物价上涨也并没有继续增加 在发行了那么大的货币量之后 能出现这种结果 是非常可喜的 普安吉埃克朱英尼瑞说 其实美国只要来个政策 给政府一百万美金 就给绿卡 那国内的外汇储备就完蛋了 一页下话现亏 说 Blush 我突然想起几年前 何老跟星哥 跟郑旭光在讨论 美国是否要进入通膨 郑跟星哥都跟何老说 美国已经出现通货膨胀了 布尔玛说 中国谁能换一百万美元 一页下话现亏 说 Wolfo 哪找这一百万美元 胡安吉埃克朱英尼瑞说 不要太过迷信于 外汇管制的能力 一页下话现亏 说 首先 这一百万美金 要白钱还是黑钱 黑钱美国敢不敢收 胡安吉埃克朱英尼瑞说 不然这么多年 那么多国内的钱 是怎么跑出去的 不然这么多年 一页下话现亏 说 要是白钱 有那个本事 拿一百万美金 去换个绿卡 那手段通天了 根本没必要 Blush 和老 物价不再涨 货币没大跌 社会没有出现大动荡 可以说 美国通膨的危机 已经结束了 剩下来的 需要市场经济 慢慢消化 石野 说 山姆被判了25年 富安吉埃克朱英尼瑞说 或者说是公民 就是举个例子 但我知道国内很多人想要美国公民享风了 石野 说 他说 我的有效生命结束了 一页下话现亏 说 Wolflow 至少我没有啊 朋友 人们是为了利益而来的 美国公民身份 没有以前那么香了 石野 说 这个还需要观察 富安吉埃克朱英尼瑞说 我也没呀 老实说呀 送我都不要 但是基本事实是 很多人想要的 石野 说 当工资还在上涨 物价端没有改变 一页下话现亏 说 6DV呢 0.14分 HTPS 6D World Chat C 3599 227453 一页下话现亏 判断通货膨胀是否稳定 通常需要观察以下几个方面的数据 一 通货膨胀率 这是判断通膨是否稳定的最直接指标 如果通膨率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范围内 那么可以认为通货膨胀是稳定的 二 物价指数 物价指数是衡量一个国家物价水平变化的重要指标 如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如果这些指数的变动范围较小 那么可以认为通膨是稳定的 三 经济增长率 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可以帮助稳定通膨 如果经济增长率变动剧烈 可能会引发通膨的不稳定 四 就业率 高就业率可以推动经济增长 平衡通膨 如果就业率下降 则可能引发通膨的不稳定 五 货币政策 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利率 和实施量化宽松等货币政策的手段来稳定通膨 如果这些政策实施得当 通膨就可能保持稳定 这些都是宏观经济的重要指标 通过观察这些数据的变化 可以判断通货膨胀是否稳定 叶青 说 你是不是忘记美国升息了 从经济常识来讲 升息就一定会一直通胀 货币升值啊 很奇怪吗 师爷 说 或许思想先驱报 或想点就点来讲了 一页下话献亏 说 正常来说 升息是可以抑制通膨的 但曾经美国超发的货币量来说 升息带来的抑制 很难完全控制住 当时的预测 美国是极其危险的 最少股市大跌是很可能发生的 Huanji Aksu Aneery说 货币升值贬值 最本质上 应该看国家的经济前途 升息降息只是一部分因素 一页下话献亏 说 CPI指数和PPI指数变动范围已经昭示 通腾结束了 Huanji Aneery说 就美国那债务规模 升息多付的利息也可能导致通胀 叶青 说 超发的货币体现在股市的飙高 与黄金价格的飙升上了 从理论上来讲 股市与金价应该是反相关的 股指增长时 黄金价格下跌才是正常现象 但是现在出现了神奇的一幕 股市 黄金 加密货币一起涨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情 货币实际上是贬值的 但是因为美元升息升值 导致世界其他货币相对贬值 使得进口商品的美国物价 看上去比较稳定 一页下话现亏 说 我们讨论的是美国的通胀 将黄金 加密货币放一起讨论 我觉得意义不大 现在物价已经趋于稳定 也就是可以说 通胀已经结束了 我们不可能 在经历了通胀之后 让物价重新跌回去 而且黄金价格 不是一定跟美股价格乘付相关的 至于加密货币 这个跟美股承证相关的时候 也非常多 拿来对比 更没有意义了 纳兰说 黄金多数时候 是和股票付相关的 只有在市场异常时 才会搞事 不过这时候 就是很好的机会 叶青说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黄金与股市通胀的意思是 真正的通胀风险并没有消失 现在的物价意志 是靠升息升值带来的 如果真的物价稳定了 为什么美联储 还是迟迟不敢开启降息通道 纳兰说 通胀实际上非常严重 大家都在玩数据游戏 早晚汇报的 Huanji Aksu Aneury说 美联储的物价指数 很有猫腻的 在医疗那块 通胀本质上 就是货币购买力降低了 Elly说 HTTPS 3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 2024年3月28日 Ukraine as economy grow 53 last year after collapsing first year of war 乌克兰GDP还涨了5.3% 怎么做到的 纳兰说 美联储一直强调要看数据 就是说数据是假的 我们也要依据数据调整政策 这样就能用嘴炮 先稳住市场 能稳多久算多久 叶青说 你说到点子上了 所以股市 黄金 加密一起涨 实际上就是货币购买力低了 Huanji Aksu Aneury说 是全球货币都一样 只是美元最强 纳兰说 真到动手时候 市场的真实反应 就会把所有人抵护了 Huanji Aksu Aneury说 美国政府很厉害的 大多数时候 数据不骗人 叶青说 美元便宜我自己赚 有事就大家扛喜 吉尔气 纳兰说 到时候美国资本集团 为了利益 肯定先保护自己 做假动作 就能把韭菜套进去了 Huanji Aksu Aneury说 但是关键时候 总有些猫腻 波尔玛说 那你也弄一货币 让大家扛啊 一页下话献亏 说 Joy这句话非常不合理 全世界一直在通膨 只不过是在 合理的通膨范围 还是在不正常的 通膨范围 经济学家也无法判断 什么通膨 是在合适的范围内 明哲 说 猫腻也说明 他掌握真实情况 Huanji Aksu Aneury说 当然 一页下话献亏 说 如果按照通膨 一定会报的原理 那么世界经济 早应该崩溃了 纳兰 说 政治很黑暗 编造数据 就是很正当的 手段之一了 Huanji Aksu Aneury说 你要玩数据 如果真实数据都没有 怎么玩 不是容易 把自己玩死 Huanji Aksu Aneury说 我打赢三战 就可以了 喜极而泣 纳兰 说 报是个过程 不是结果总会有底的 利益分配大洗牌 Moyal Bullen一说 我是外行 插一句 现在美国什么都在涨股市 黄金白银 加密币 这是美联署的手段高明 还就是因为 美国是唯一可以真正印钞的国家 只要美元能维持其在世界的统治地位 美国就可以操纵市场 为所欲为 明哲说 报了还可以重新调整 布尔玛说 美国政府的数据 难道没有其他私人数据佐证吗 纳兰说 机构和官方的数据经常有偏差 所以才出修正 Huangie Aiksu Aenery说 美元绑架了世界经济体系 就和老共绑架了中国 一个道理 纳兰说 玩的就是这个路子 官方还可以改标准 布尔玛说 那中国为什么要接受美国印的钞 HOLD黄金 欧元 日元不好吗 一页下话献亏 说 纳明哲 我们中国以二十年一个跨度算 通膨了多少倍 如果说一定会爆 那么中国也会因为通膨爆 Huangie Aiksu Aenery说 是的 标准这玩意 很多猫腻 一页下话献亏 说 现在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通货膨胀 只要不造成剧烈的影响 那么它还是一个 合理的可控的范围 从美国的各种数据来看 通膨是已经结束了 纳兰 说 叶老师美元 是不是有什么机会啊 叶青 说 当然有 中美合作 一页下话献亏 说 除了美股 其他都不是美国的 黄金白银是世界的综合价格 加密货币也是全世界的 后两者的上涨 与美联署关系 不能说不大 但没有直接的关系 叶青 说 别忘了 美元是世界货币 明哲 说 我就是说你说的汇报 事实上不就是很多经济体系爆调的国家 至于中国汇不会汇报 显然整体上很难崩溃 但是局部出现系统性问题是很难避免的吧 比如房地产市场 一页下话献亏 说 局部出现系统问题 是经济体必然会产生的 但不是一直通膨就会爆 因为我们整个世界那么多国家 每一年都在通膨 只不过通膨是否在合理的区间内而已 明哲 说 做生意收的是美元 用的也是美元 没办法 这就是美元的地位 一页下话献亏 说 世界要发展 国家要发展 必须有通膨 明哲 说 什么叫全球储备货币 一页下话献亏 说 但不能高通膨 而美国的问题 是出现了高通膨 叶钦 说 良性通胀 明哲 说 再加上美国的金融体系的影响 很难改变美元的地位 布尔玛 说 不一定的 买卖双方可以约定 用其他货币交易 明哲 说 通胀是可能会导致经济崩溃 这经常发生 一页下话献亏 说 良性通胀 全称是 良性通货膨胀 意思一样的 高通胀是可能会导致经济崩溃 明哲 明哲 是啊 但是现在还是很难改变美元的地位 叶钦 说 还有严重的政治风险 比如88年的大通胀 然后就是89 一页下话献亏 说 经济学家就是警惕这个问题 但至今 并没有对于通胀高低 定一个完全的标准 一般认为1%至3%比较合理的通胀 但经济学家一直想要让这个数据更多 又能刺激经济 但不至于引发重大问题 所以这个数字可以说很缥缈 明哲 说 美元地位是有很多其他重要因素支撑的 本质上是美国霸权地位 等美国霸权地位被撼动美元自然地位不保 一页下话献亏 说 美国这次通胀 从数据上来看 是已经结束了 而且也没有引发重大问题 那么 接下来就是正常的过渡期而已了 Smart 也就是和老所说的 东西贵得要死 明哲 说 美国毕竟是世界霸权国家 也是最大经济体 不至于因为高通胀崩溃掉 一页下话献亏 说 皇上现在缺的 就是慢慢适应这个物价而已 明哲 说 但是好像美国确实不像以前那样的 对世界掌控游刃有余一样 叶青 说 一般来说是2% 有趣的小故事 这个2%的说法 实际上判脑袋的结果 最早是新西兰的总理 回答记者是表示 应该保持2%至3%的通胀率 这是良性的 后来就成为了国际共识 喜极而泣 明哲 说 通胀崩溃的肯定都是小国 自己经济能力也不行的国家才崩溃 一页下话献亏 说 叶青说不清 我说吧 正常来说 通胀最好玩的就是做期货 大宗商品会上涨 重金属也会上涨 但看这架势 美国通胀数据趋于稳定 大宗商品也没啥子做头 这个故事我并不了解 这个故事我并不了解 但至今 经济学家也没办法判断 到底哪个幅度的通胀是又能刺激经济 又不会造成重大损失的 但一般低于2% 现在国际上认可的 就是比较良性的通胀 这是共识 也成了常识 Huanji Aksu Aneary说 黄金还在涨 一页下话献亏 说 黄金的上涨 我认为主要推力不只是美国 中国失去了房地产 缺少有效投资 也是一大助力 Huanji Aksu Aneary说 就是各国央行 为啥他们这么玩 没人比他们看得更远 一页下话献亏 说 政府没有您想得那么精明 经济学是一个简单又复杂的东西 说它简单 很多数据可以看到很多市场的反应 做出调整和策略 说它复杂 每个人的不同想法 促成了整个市场的走向 有些根本无法预测和评估 Huanji Aksu Aneary说 我说的意思是 不管是数据 机密 还是专家 没多少机构比得上央行呢 更不用说个人投资者 一页下话献亏 说 Joy说一个笑话 看看日本央行 Huanji Aksu Aneary说 不了解小日本 但我绝对怀疑他的央行独立性 一页下话献亏 说 就是量化宽松 超级量化宽松 还有很多经济手段 捆绑一起的量化宽松 为了就是让日本有通货膨胀 说起来 零利率是日本首创 富利率也是 现在全球国家 最怕的不是通膨 而是日本这种通缩 Muyo Bullen一说 金砖国家企图摆脱美元的控制 企图用人民币 或以或亿或 成效上不显著 F子明F新阳天 请教 叶青说 日本想要用财政手段 解决产业问题 如同头疼了 吃氧味药 一页下话献亏 说 那请问叶青先生 日本应该如何做 Huanji Aksu Aneary说 在我看来 他要加息 日元还贬值 就是市场认为 日本央行 在干一件 伤害他经济的事 一页下话献亏 说 加息 那日本准备 面临着经济风暴吧 整个国家 不是失落30年了 直接倒退30年 或者 日本政府 宣布破产 Huanji Aksu Aneary说 这个 一页下话献亏 说 这是应对外部的通货膨胀 而选择的加息 您说的是 应对日本曾经的通缩 叶青 说 这个工程可不小 首先要把整个社会的 企业文化改变 放弃辅助僵尸企业 打掉财团财阀 对行业的垄断 说白了 就是要卷起来 一页下话献亏 说 这个已经做了吧 打掉财阀垄断 纳兰 说 卷国和美国合作 是必然趋势 大选前后有机会 谢谢大家 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 不能作为任何决策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 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